市場正在炒作 譬如歐洲天然氣的供應短缺 以及歐洲以及英國的通脹價劇 歐元跌 刺激美元就有一個比較急的升幅 美匯指數一度升穿109 10年期債息剛才也說過 就升回到3里的水平 投資者之前覺得美國通脹可能見了頂 所以加息的步伐 可能可以舒緩到 之前美股也有一個不錯的升勢 不過好像踏入上星期末 以及今個星期初 現在大家又擔心加速縮表的問題 覺得縮表在9月就會進入高峰 接下來今個星期末 就有一個Jackson Ho央行年會 鮑威爾應該會星期五發表一個講話 市場就看緊他 看看他如何對抗通脹的議題 之前見到其實美股也有一個不錯的反彈 但到了這個水平 好像反彈就稍稍停一停頓 其實Thomas 你會如何評估美股的走勢呢 是不是接下來的短線反彈已經結束了呢 短期來說會落的機會相對上會比較大 基本上會看上星期三項指數 其實就由星期三開始都是有一個會軟的狀況 星期二的高位去看的時候 三項指數都是去到四月下旬的位置 即是對應接近四個月一個高的水平 來到會有一個回落的狀況 另一個方面也會見到上星期五有大量的 美股的期權就是一個奇傑的狀況 涉及的金額是超過兩萬億美元的 規模方面也比較大 其中市場的焦點會留意在標指方面 其權的行使價大部份都是4300點的位置 事實上會見到上星期四、星期五 基本上都不能夠守在4300點的位置 再配合前日和昨日 美股都是一個偏遠的狀況 所以似乎下行的風險都是比較大一些 變成投資者如果是握著美股的時候 可能都要逐步有一個減遲的部署